今天这个视频的话我们看power功率的最后一个提醒 那这一段的题目同学稍读 那这一题的题目讲什么啊 有一辆车有一个推销员他在卖一辆车 然后这个车他说可以从0到25m per second 然后是constant acceleration的 那我们有什么数据啊 我们有这辆车的质量是1000kg 然后他的功率是75000瓦 那他有个constant acceleration云加速 然后他可以从0到25m per second 那这边题目要求你找的东西是时间 the time of the car 那这个车可以从0到25m per second需要花多长的时间 如果这辆车的广告销售的数据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它算出来 好那我们这边在power嘛 power的章节里面那指示点我们就用他的公司哦 那公司是p等于w除t 然后这是公率的公司 然后w就是公嘛 那公可以展开就是w等于fs 因为题目没有direct的告诉你 他做的公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把它展开 w等于fs除t 好那我们看回数据里面呢 这个汽车的推动力f是多少 好像也没有highlight到这个关键的数据 然后他走的位移是多少 也没有提到他只给初速墨速功率跟质量 所以没有给到位移 然后时间他也没有特别提到 因为时间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那怎么办 我们只好继续再展开咯 ok好那我们再展开啊 好那我们看这个s除以t的部分 s除以t的部分 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变成速度 因为速度的公式就是s除以t嘛 那s除以t的话嘛就有fv这公式 所以我们就有新的功率有另一个表达式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p等于fv 然后这里的v的话我们要注明它是平均速度 那不能是摸数 它是平均速度 也就是我不管你的时间段取多少秒 然后你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你的位移变化是多少 那我就取你的总位移除总时间 那我们就找到你的平均速度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再检查一下这个公式啊 我们还是没有什么 我们还是没有那个f的值 推动力的值吗 没有 然后平均速度我们也没有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再把公式展开 所以p等于fv 好那f的话我们可以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公式 f等于ma 然后这个平均速度我们可以把它展开 变成v加u除2 因为平均速度的公式就是除数加墨数除2嘛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展开 好这个是我从f跟平均速度的物理量展开的四值 那我们再看有没有质量 好质量题目有提供 所以我们有质量了 加速度题目没有特别提起 但是我们可以用0跟25m per second这个数据 帮我们找加速 然后v加u有了 我们有v加u 0跟25都有了 所以我们只欠缺这个加速的数据 那这个p我们也是有了功率的值 它也给了功率的值是75千瓦 好那我们就继续把a想办法找出来了 好那a的值是多少 那这边的话你看四值呢 已经展开到这个步骤 我的t消失了 没有这个t的值啊 可是t没有要我找t嘛 所以我们就把a再展开 那我们把a展开就变成v减u除t 因为我们的加速度就是单位时间内速度的变化嘛 所以a等于v减u除t 然后再乘以v加u除2 好那这个四值的话就整理完毕了 因为我们要的数据都有了 就是这四值你看啊 我们有除数墨数质量 然后还有功率 这些数据题目都有提供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带进去了 好那我们把它带进去展开 我们先整理四值先 因为四值看起来比较复杂 那u在这边的话是零嘛 所以我们把u消失掉 所以我们的公式就变成p等于mv平方除以2t 好这个是我最后整理出来的公式 p等于mv平方除以2t 那这个四值需要把它背下来嘛 没有这个必要啦 因为我们可以用推导的方式把它推出来 那基本公式就是p等于w除t 或者很常用的p等于fv这两个公式找功率 这两个比较常用 那其他的推导公式 看你的公式应用的概念到什么地方 那你可以自己去推导 好那接下去我们把它在整理的话 t就要等于mv平方除2p 好那我们要找时间嘛 那我们都有这些值了 好m的话是1000 题目告诉我它是1000公斤 v平方这里是25 它的末数要去到25 除以2 然后p功率是75000 75000瓦 瓦是单位嘛 那75000那个k 代表1000 我们来一下表达的 好那我们把这个数据按出来 那我们得到答案是4.16 好所以这辆跑车 这个推销员要卖的这辆跑车 这辆车值 它从0到25mps 只需要花4.17秒 然后4.17秒大概怎样概念 那你可以自己稍微数一下 0到25mps 然后它的功率是75000瓦 质量是1000kg 那这种提醒的话 我这边解析解题的话 原因是因为 它没有很direct的告诉你 这些数据是什么 要用推导的部分 慢慢把它推导出来 然后再带出数据 解掉答案 那今天的解题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5 5 6 5 5 6 6 7